大家好 我是小凯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python的数据可视化分析 其实也主要就是python的matplotlib这个包 今天是第一届课 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放松一点 这次呢主要就是讲一下课程的简介 还有基本的环境搭建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课件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呢是中科大计算机专业毕业 但是我不太循规蹈矩啊 后来对投资非常感兴趣 所以就处心几率的混入了金融行业 然后曾经在对冲基金行业做过平台的开发 也研究过投资策略 现在呢主要做金融二级市场的建模和数据分析工作 我呢很喜欢用python做数据分析 也非常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且能够从中受益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python的实话呢 首先在数据分析界 python本身的发展就非常快 而且python的潜力巨大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和同事啊 他们最开始都是用matlab和r 但是后来呢他们也越来越多的用上了python 因为python确实有很多不可比拟的优势 这里就不依稀讲 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可视化呢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的技能数 首先最基础的 你得懂基本的统计理论 会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 最简单比如说你会算一下均值 然后复杂一点稍微复杂一点的可以做一下回归分析 但是这个肯定远远不够 在高级一点的我们需要会建模 会使用可视化对数据进行探索和总结 就比如说可视化 为什么要用可视化 因为我们人脑其实是很难去处理庞大的数字的 就比如说给你一张表上面全都是数字 你当然也看就晕了 对吧 所以为什么会股票k线图呢 股票k线图 大家也许没有意识到股票k线图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可视化 因为如果给你一堆股票数字的话 你当然会翻晕了 但是如果是给一个股票k线图 连老头老太太 他们都能看得懂 他们还能够画一下技术指标 对不对 所以说可视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它既可以用来对数据进行探索 也可以简化我们对数据的理解 便于大家沟通 当然数据分析的最重要最重要最终结的目标 其实是能够深入相关的业务 能够利用数据分析直接创造价值 比如说研究投资策略 比如说很多互联网公司做个性化推荐等等 那么谁适合学这门课程了 我希望能够学这门课程的同学至少有一定的python基础 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可以 当然最好是了解python的newpy库能够简单的使用 当然如果你没用过也没关系 我后面会稍微讲一点 然后最重要的是同学们希望了解和掌握python的数据的可视化 这门课程我们会学一些什么呢 我们直接看一下写好的大纲 主要是分为四大块 第一块就是今天这节课要讲的基本的简介还有环境搭建 然后第二块呢 是给对python的newpy了解不多的同学做一些基本的基本知识的介绍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这门课程的重点 也就是2D绘图的基础 在这个里面我会讲很多基本的图形的绘制 然后会讲一些外观的一些基本调整 然后还有怎么去画一些多图啊 还有一些坐标准的一些调整等等等等 最后呢会有四个实战项目 毕竟做一个完整的项目会更有成就感一点 现在简单介绍一下Metpl.lib的一些背景知识 Metpl.lib呢 它是基于python的一个开源项目 就是为了用户提供一个数据的绘度包 如果你熟悉了里面的一些核心对象之后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定制各种各样的图形 这个项目它是由Join Hunter发起的 但是很可惜啊 Join他本人是在2012年 由于癌症已经过世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Join对Metpl.lib做出的所有贡献 Metpl.lib的它现在的编程风格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比较简单的容易上手的函数式绘图 这种方式它是参考了Metnap里面的一些语法 就是便于很多熟悉Metnap同学上手 然后另外一种呢是所谓的面向对象式绘图 这种方式呢它其实更接近Metpl.lib的底层架构 如果你使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可以有更多的功能 可以定制更多的细节 光说不练假把式 现在我们开始实际的操作 首先讲一下环境搭建 先说一下操作系统 因为Python它本身是可以在Windows Linux还有苹果的OS三种系统上都可以运行 而且我将要讲的这种搭建方式呢 在这三种平台上也都可以操作 这里我以Windows为例 Windows建议要最好是使用Windows 7以上 在这里我们要搭建这个环境需要主要是需要安装两个软件 第一个是Alaconda Alaconda呢它其实是一个集成包 它集成了Python跟Python相关的几乎所有的数据分析的安装包 比如说像nupy啊还有cpy啊还有matplonlib啊还有甚至还有ipython等等等等 就如果你使用了这个软件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下载官方原始的python 然后自己一个一个来安装所有的包 这样会非常的麻烦 然后另一个是PyCharm PyCharm呢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而且它的community版本呢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用Alaconda作为我们整个环境的内核 也就是Python的解释器跟所有相关的实际运行的包 然后PyCharm呢作为我们的开发环境其实也就是相当一个编辑器的功能 好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安装 首先我们要先下载这两个软件 第一个首先下Alaconda 摆对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官方 好进去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这里其实是有三个版本的 第一个是windows 第二个是OS 然后第三个是Linux 这三个版本其实都可以用 针对自己不同的操作系统 然后windows的话 我们是使用Python2.7的 也就是如果你是64位系统的话 你就下载这个 如果你是32位的系统的话 你就下载这个 这个我已经提前下好在桌面上了 下好之后就是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再下载PyChang 摆对一下 看它第一个其实也就是它的官网 然后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professional版本 一个是community版本 这个版本是免费的 我们就下载这个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它会根据你的系统 直接识别适合你的版本 然后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我也提前已经下载好 也在这里 好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安装的话 AnaConda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大家直接双击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就安装完了 然后选择好路径 最好是路径里面不要有框格 也不要有汉字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现在讲一下PyChang的安装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需要配置的东西 好了现在就安装好了 然后打开软件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的话 它会提示你需要配置一下 因为我之前已经配置过 它就直接跳过一个窗口 然后在配置窗口里面 你能其实直接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进去之后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好 这里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里的Interpreter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用哪一个Python 作为它的解释器 你的电脑上实际上是可以安装很多个Python版本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Python3.5装上去 你可以装一堆Python解释器上去 然后的话你得自己选一个Python解释器 像这里的话 因为我的电脑上目前只装了一个Python解释器 所以说它默认的就是这一个 阿拉庚大下面的Python解释器 然后我们先创建第一个项目 好了 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环境的搭建和安装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尝试编写自己的第一个小程序 我们先用控制台尝试一下 点击这里的Tools工具 然后点Python console 然后可以看到下面出现了Python的控制台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写的是ipython4.0 也就是说它这里使用的其实是ipython包装过的 Python的控制台 如果你是下载官方的话 它其实并不是ipython ipython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神器 大家以后会慢慢的知道它的作用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控制台了 先尝试一下 比如说A等E 看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有值了 就是说明它是可以运行的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使用我们的medplotE 首先我们先导入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导入medplotNib下面的Pyplot模块 然后add PLT 意思就是说把它这个模块命名成PLT 否则的话你每次要使用这个模块的时候 你得打很长一串这样的话很麻烦 如果把它并名成PLT的话 每次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只需要输入PLT 就代替了整个这一场常看文字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使用它 这个PLT就是我们刚才导入的模块 好 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画好图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步把整个图显示出来 好 整个图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画好的图 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x坐标是123 然后y的坐标是321 然后画一条线 但是用控制台画图啊 它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想更改这个y坐标值 把它改成负值的话 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关掉这个图 首先呢 我们得重新操纵这一句话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在控制台里面 你按上下的话 你是可以跳到之前的已经运行过的命令的 这样的话可以很方便 不用再重新输入 好 这里我们画好了 这里我们的命令还比较简单 但比如说如果整个命令很长的话 我们要画很多很多东西的话 但是我们只需要改这一个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要把以前很多的命令都要重新输入一遍 这样会非常麻烦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一个文件来把我们所需要输入的命令全都保存起来 这样的话每次需要改的时候只需要改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会很方便 现在我们开始创建一个文件 右击project 然后new 然后点python fill ok 现在我们开始创建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些命令全都粘贴进去 好 现在我们这个文件就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counter s 保存 然后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试试 好 现在这个图形就画出来了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想再想改它的话 只需要在这里面 改一下 然后运行 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到这里呢 今天的课程就接近尾声了 现在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下去需要完成的作业 作业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你要针对你自己的系统 安装 安装alaconda 和pycham 然后安装完成之后呢 运行这一段代码 就可以了 最好是呢 用控制台和文件的形式 两种都尝试一下 今天呢 课程就到这里 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